副邦這八輪的新鞋 哈囉大家好 我是史丹利 今天是終止選後分析專題的第五集 我們要來看到富邦和將 他們在本屆的選秀會上 跟台剛一起選了八輪 補盡八位選手排六隊第二多 整體的策略跟去年類似 都是以大專業餘選手為主 今天總共挑了五位 高中生則只有三位 其中包括四位投手 三位內野手還有一位的外野手 也符合秋山龍總教練選前所說 希望補盜有攻擊火力 具備中線首輩的球員還有投手 那接下來就讓我來 逐一介紹富邦這八輪的新鞋 看順位屬於前段 比較有主動權的富邦 今年選得如何吧 首先看到第一輪榜眼 富邦選擇是北克復公內野手 王念豪 這個選擇跟我選前預測是有出入的 我原本以為富邦會傾向 挑國寶加上的外野手林家瑋 比加他們農場裡 符合攻守俱佳標準的外野手 真的不多 現在手中線的主力 還是35歲的林哲璇 而生浩維的年紀也26歲了 選林家瑋進來為未來做準備 其實合情合理 不過秋冬選後表明 去做選擇 最後林子瑋去台岡 那他們就挑走王念豪 因為他的打擊爆發力、選球 各方面都很好 而球隊也需要像他這樣 有優異打擊天賦的打者 先選進來 未來再去考慮守備位置就好 王念豪有多好 我這邊也不再多談了 基本上他就是本季的選秀會上 打擊天賦最高的打者 甚至都有消息說 台岡有考慮為了他 放掉林子瑋了 可見他有多珍貴 而秋冬我在上半季末尾屢次提到 富邦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攻擊 年紀全員大部分力量比較不足 有力量的選手手備位置又剛好重疊 也成了他們上半季墊底的主因 所以會想要透過這次選秀 他有一個打擊最具期待的新秀 確實是可以理解的 當然王念豪入隊後 富邦還是會遇到一些守衛難題 因為他們現有的13年人選真的有點多 一軍一壘有范國城、王以成 三類則是李宗賢、新元旭 都各自有兩位競爭 二軍則有黃兆維、董子恩、楊瑞成、蔣志賢等 另外還有30歲的捕手張靖德 未來搞不好也得移防一壘 所以富邦近期也有在思考 也讓王以成去嘉練外野 但是對王念豪來說應該不會是太大的問題 只要他能夠拿出棒子 守衛問題都還算好解決 畢竟有成績 叫人自然會想辦法讓你上場的 下一個看到第二輪 富邦選進了嘉義大學的投手 陳勝文 老實說這個第二輪帶給我的驚訝程度 不會亞於去年的第二輪潘以成 也馬上讓我想到 邱董選前接受媒體訪問時的回答 在選秀日前一天 有媒體詢問富邦的選秀方向 邱董提到的主要是看台剛怎麼選 富邦在第二順位有很多不錯的人選 包括林子偉、王念豪、林家偉、陳勝文等 看起來都很不錯 我當時就在想 前三個提到的名字都是守仁大熱門 結果第四個名字突然蹦出了一個陳勝文 這也太奇怪 是不小心把真心話講出來了嗎?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 富邦怕其他人先搶 所以二之二就直衝陳勝文 邱董在選後表明 左頭是這次富邦第一考量 他們評估陳勝文的投球流暢度很棒 因此才放在第二輪去選 如果進來後表現穩定 沒有太多狀況 那下半季是有機會成為激戰力的 應該會以中繼為主 我來測試位時就有看過陳勝文投球 雖然球速不算特別快 但最快也能夠來到146公里 協調性確實好 搭配上一顆慢速的滑曲球 測試位無打其中也三陣了兩位打者 接著在大專被表現相當亮眼 春聯也拿到三陣王 雖然上我覺得有點像呂彥晴 但抬腿倒是跟藍凱清有點相似 富邦對於速度不快 控球有一定水準 而且協調性好的左投手 上來都滿喜愛的 包括陳偉玲、陳冠勛、楊凱清 其實身形上都跟陳勝文有點類似 可是他們以往都用後段順位或自陪來挑 這次居然用第二輪 我真的嚇了一大跳 陳勝文雖然完成度高 但身形受限 天王版相對低 也不太能朝鮮發去培養 加上有守久的隱憂 高中就發現有任在撕裂上 上大學後並會動刀 選擇關機一年 透過PRP來治療 這是他進職業的一個胃爆彈 以富邦的隊型來看 他們缺左投沒錯 目前對上只有五位 其中一個朱一生還幾乎是零貢獻 年齡落在24-28歲 確實可以透過這次選秀慧 挑一到兩位左投進來一樣 可是最終他們只挑了一個陳勝文 而且還是有手肘傷痛時的 我想邦迷只能祈求 他不要變成下一個朱一生就好了 下一個來看第三輪 富邦再選了一位大專投手 是文化大學的林旺希 相較於第二輪 我認為富邦第三輪拿的就比較合理一點了 去年選過的林華偉 在第二輪先被樂天給拿走 那富邦想要的是可以能盡快上一軍 完成度比較高的集戰力 所以兩位文化的投手 姚恩多跟林旺希都符合 就算了總教練選後提到 這次選秀補強打線是首要考慮 但球隊目前在中繼投手的戰力上比較不足 所以連續選擇了陳勝文、林旺希 希望能夠對下半屆的投手戰力有一些幫助 林旺希是這一屆選秀會的火球男代表 高中就讀音歌 進入文化一年的時間 把球速又往上提升 從高中畢業的147公里 到現在竟能丟到151 主要都以後援投手的角色登板 大專被13局送出13K 只有三個寶送 春季人賽則是7.1局11K 均速可以落在149-150上下 搭配上一顆比較慢的滑曲球 形成很大的速差 失業於舞台中相當頂尖的後援 如果富邦的目標是鎖定本土的牛棚戰力 那林旺希當然是很好的投資 我覺得可以朝布局投手 甚至終結者的角色去培養 歡迎曾俊越晶研賽季結束後 真的要屢日發展 那這個補強就有可能補在刀口上了 下一個看到第四輪 又是一個讓我意料之外的選擇 富邦跳了台體大的內野手高傑 我相信不少人跟我一樣對於高傑相當陌生 他下個月將滿21歲 身高178公分 體重71公斤 高中就讀三名 畢業後前往台體大就讀 首次投入選秀會 就獲得富邦第四輪的指名 高傑在高中時期主要都守一二壘 進台體大才加練三壘游擊 是內野四個位置都能守的工具人 今年在大專輩打擊榜排第三 有超過四成的打擊率 特別是副賽七場全都敲鞍 對國體還繳出4.4的鐵支 是台體陣中相當穩定的攻勢發動機 我必須坦白的說我對高傑的了解度並不深 從成績上可以看出他有不錯的速度、選球能力 但長打並不多 多半是短程安打 手臂上雖然四個位置都有接觸 但可能還是以二三連為主 要負擔游擊恐怕有困難 在這個四隻的順位 如果富邦想要補強內野中線 又希望是完成度高一點 而非養成時間會比較長的養念族 那大可挑文化游擊養祥和 可是他們最終選擇了高傑 可能也因為是台體 所以對他的掌握度相對高一點吧 但我覺得高傑跟富邦現有的內野手 像劉俊豪、齒恩喜、林月谷、賴伯君等 形態是很接近的 而且年齡也近 重複性有點高 只能說這個選擇 我其實看不太懂就是了 下一個來到第五輪 富邦連選了三個大專戰力後 終於又回頭拿高中生 挑選了浦門中學的側頭林育成 林育成有很不錯的身材條件 加上獨特的出手姿勢 採取低尖側頭 是他在上國中後才改的 進入浦門一直是以側頭發展 前兩年都被分在旅棒組 只要高三才前進木棒 今年畢業投入選秀 就已經被職業球團向中 林育成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雖然是側頭 球速卻能夠投超過140 屬於身材受場 迴避速度快的功能型怪頭 今年幕連轉播最快 有測到146公里 遇上被後援兩場共投7.1局 送出10K 防御率是完美的0 也讓他前進U18培訓隊 不過林育成在U18培訓隊的發揮並不好 雖然三陣能力強 保送卻也非常多 控球能力是他最大的兆門 最後也在24人名單時被刷掉 進職業後應該要花不少時間修正 短期內要上一軍可能有困難 其實富邦現有的隊形 並沒有像林育成這樣的功能性側頭 以前選秀會是有挑過速度不錯 也是低尖側頭的養成號 結果養一年就釋出了 最近富邦農場有沒有能夠協助側頭的人才 這個還需要觀察 但以5-2的選擇 我認為挑三名的周彥農或許會更好 畢竟能培養成先發的投手 順位通常會優先 而且周彥農的身材條件 天花板 都明顯比劉映成來得高 竟然都已經要補輕棒投手了 選擇旗帶值更高的萊仰 應該會更值得才對 接下來看到第六輪 富邦選進了彰化翼中的二刀流李悠賢 這個選擇讓我想到了去年的第八輪郭泰成 兩人同樣出自髒義 切棒時期也都投打兼修 但郭泰成進職棒後專心以投手發展 目前還沒有太多出賽機會 李悠賢在身材條件上則是遠優於郭泰成 他有187公分的身高 當野手時可以手撞外野 爆發力不錯也有腳程 運動能力很好 高中多半也以打者身分出賽 完成度我認為比投手高 而且看他揮棒 我覺得想像空間是很大的 那李悠賢在高三時比較常當投手 最快已經能夠丟到145公里 還有一顆不錯的紙叉球 他自己對於投球方面更有信心 可是目前尚未建立好一個完整的投球機制 恐怕需要蠻長一段時間來養成 當然優點是手臂新鮮 開發空間還很大 目前秋總尚未透露 會讓李悠賢專心練投還是練打 以對型上來看 我覺得朝中線外野手去養成 其實是不錯的 畢竟首輪沒有拿到林家瑋 那不如就把李悠賢放在農場中外野養養看 我是真的覺得他的生產條件很香 當成第六輪的投資也非常值得 下一個來看到第七輪 富邦又選了一個二刀流 是旅日歸國 以那一手身份報名選秀的陳凱佑 我對於陳凱佑的期待跟李悠賢相反 我比較看好他進職業後擔任投手 原因在於他的打擊能力並不突出 雖然可以守遊擊也有潛力 但在日本高中時都打呂棒 對孟棒的熟悉度並不高 要等到他適應職業一軍的強度恐怕不容易 而且前面提過 富邦去年大補中線後 練也已經有很多型態類似的遊擊手 年齡又都很接近 若在20-25歲之間 如果陳凱佑往打者發展 恐怕也會是守優餘弓的短槍型 要在富邦對上脫穎而出 困難度會相當高 雖然陳凱佑身在條件普通 但在投球方面的完成度已經滿高的 在日本也多半以投手身份出賽 球外球速可以來到148公里 搭配曲球、滑球、直差、變速 可用的球種很多 可以朝六七局的中繼定位來發展 最後就是第八輪 富邦結束前決定挑一位外野獸 選擇了拳越運動的林亭玉 林亭玉目前22歲 今年才加入拳越 大學就讀的是富邦最熟悉的台體 身高有182公分 體重78公斤 高中在賣聊時多半以投手出賽 致敬了台體後才改練野獸 或許是因為投手出身的關係 讓他有項非常強大的優勢 就是貝利 有報導表示 林亭玉接外野飛球後 傳班列阻殺只需要2.72秒 搭配上他出色的矯程跟敏捷的移動能力 讓隊友教練都相當安心 不過在全月他主要都以右外野的防守為主 能否勝任周外野的守備還有在觀察 而在打擊上 林亭玉並沒有太多亮眼的成績 今年大專被預賽的打擊三圍是2-3-3 決賽9個打席沒有任何安打 未來之星交流賽出賽4場 14打數只有3隻安打 面對直接二軍層級的投手 沒有辦法有太多的突破 我覺得富邦在最後一個輪次選擇了林亭玉 一來有台體加分 二來可能是考量現有的外野手 在防守上不夠安心 想要後段補一個增加深度而已 總結以上我對於這次富邦選秀會的結果 其實是有點看不懂的 像是他們把左頭列為第一優先 就在第二輪就選了一個有傷痛史的陳勝文 而且還是以中繼的角度去評估 而不是養先法 後面也沒有再補其他左頭首樂 近幾年他們在選秀會上的邏輯 也一直變來變去 一下子布局要WINOUT搶海龜 一下要屯天賦選高中生 一下要狂選大專業與求人 想要來一個新陳代謝 幾乎一年又一年過去 農場績效普通 球戰部門也經歷改組 教練團換過一批又一批 如今選秀到底是誰來主導 我真的也說不準 而且下班季才剛開打 富邦首席教練就換人了 因為我報導指出 秋總在上班季結束時 曾遞出過辭辰 戰績不佳的富邦 如果又在不久的將來 要出現人事大地震 那對於這批選秀球人的評估 恐怕又得從頭來過了 以上是今天的影片 你覺得富邦暗將今年選得如何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吧 我是閃利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